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的历程或者是采访的过程 当然也要去跟大家分享他们所采访的这些议题跟故事 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是看到的 在媒体报道都是看到结果 可是这个过程其实可能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花了很多的心力 也有很多的复杂纠结的过程 所以我们很期待透过我们过去 会透过朋友会的方式 或是透过现在这样的一种做法 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好那今天要来谈这个主题呢 如果你有看工库的报道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前阵子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有关于韩国运输业的 这些司机员工人的罢工的议题 这个议题在韩国并未引起非常大的关注 在台湾恐怕去关心的人是更少了一些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报道 做这个报道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抓这一份报道的记者洪玉珍 他到底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采访的过程 我们又来跟洪玉珍聊这个话题 Loco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关老师好 我是工库记者洪玉珍 对我们刚才介绍洪玉珍突然间来个Loco 你好 可能也许大家不要就是你的我们的逆程 好那我想这个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咒 真的是一个要让大家一起来听见 微笑我的声音的一个报道 我想先请教一下Loco 当时为什么你会开始想要来做这一则报道呢 当时其实是因为我在关注一些韩国的新闻嘛 那我刚好也有发了一些工会的消息 那就看到说 怎么好像有一群南韩的货运司机好像在发动罢工这样 然后就引发我的好奇 因为我就想说在台湾的话 如果货运司机要发动罢工 我目前是没看到 然后我就也很好奇说到底南韩那边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以及这些 因为我看到说大概已经是四五天左右 就可能我第一天已经有瞄到这一则新闻 然后再来过了四五天发现 怎么还有 就是比我预期的时间还要久 然后再过了十几天发现还在罢工 于是我就想说 那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长期抗战 对他们而言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不像韩国 这种运输业发起发工 不过我们的运输业事实上 也有很多劳权的争议 包括他们有一些抗疫集结 在过去的工库或者是散烂时光会客室 都有报道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韩国的事件已经延展了好几天 发生了好几天 其实我但是我更好奇就是 你平常都会去关注关心一些韩国的新闻吗 这部分其实算是我之前开始学韩文的时候 然后我就陆陆续续接触 那一开始其实只是为了接触 韩国的一些流行文化 K-pop或者是一些歌曲等等 对那后续的话也是因为 如果我们的听众或观众朋友 有长期follow功课的话 就会发现我们之前呢 也有做一些南韩消防员主公会的 这些新闻 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是让我在这个状况里 更加持续去关注这老权的发展 这很有意思 待会我们可以多聊 因为你不是只有关注南韩的女团 你还或者是这些 这些偶像明星这些流行文化 事实上你对韩国的这个议题 其实也有很多的关心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常在讲所谓哈韩族哈韩族 但是我们只有哈的是韩国的流行文化 可是韩国明明是一个非常广泛 或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一起去了解 或是学习的地方 甚至是一个可以做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那这当然是一个广义的哈韩族里面 可能都得要去涵盖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先请你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罢工事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罢工的事件呢 这一场罢工呢 它其实是要从一个所谓的安全运费制开始讲起 那这个制度呢 它其实是在南韩 他们是2020年的时候开始实施 那预计呢 推行就是为期三年的一个所谓的实行期间 那所以它其实是在去年 也就是2022年的12月的月底呢 就会截止 那这一群货柜司货运司机 他们其实就很担心 因为这个安全运输制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最低的 最低的薪资保障 所以他们会担心说 一旦就是政府不想要继续实施这一项法治的话 是有可能影响他们的生计 以及他们在所谓运输过程中 这些交通事故的伤亡状况 对所以他们就想要发起这场罢工 那希望说政府相关单位 可以延长这个法治的实施期间 那同时呢 因为这法治它之前比较是适用在我们所谓的水泥运输 以及货柜运输 就是这两个指种 对那这工会的司机就会希望说 可不可以把它拓展到 例如说油罐车啊 钢铁业啊 或者是说汽车运输 就是其实一般的汽车也是要透过那些运输司机 才能送到我们不同的地区嘛 汽车运输 对或是粮食啊酒类运输 矿泉水运输 甚至是一般的快递这一类 就是等于普遍是用所有的运输行业 他们主要是争取这两大诉求 这样 所以过去他们没有类似的这些制度 作为他们在运输上面的保障吗 过往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这很有趣的是说 当时呢为了争取这个所谓的安全运废制呢 其实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就发动罢工了 因为当时他们就受不了说我们薪资这么的低廉 然后我们还要每天工作超过十三小时以上 但是政府好像都没有给我们任何保障 对那其实当时他们就有发动罢工说我们希望可以争取安全运废制 那后续的话包括说前任总统文在寅就推行了这项制度 然后也到我们刚刚了解到的罢工这个状况 在台湾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类似的状况 例如说我们看到早期的这种所谓的高速公路的客运业者 他们其实为了要去争取再客量 所以他们其实就会非常短的时间必须要来回 然后非常长的工作 就是说他从台北到高雄 我曾经坐过大概两三个小时的夜车就到了 就从高雄开到台北 那我想说一觉醒来 哇天啊 怎么我还没有天还没有亮 我已经到我会想说坐夜车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必须要赶快的来回的去赶 然后来回的去争取多跑几趟 他们可能的相对之下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行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对于所谓的司机员也好 或是对于这些乘客也好 或者是在高速公路或在道路上面 其他的使用者也好 事实上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后来因为很多的 我们过去的抗争的事件 我们这一些集体的这种罢工的客运的 这些相关罢工的事件 这些问题才慢慢的一个一个改善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台湾还有可以看到 像一些货运宅配业者 他们一到单一到的这个年节期间 也是大量的货运 大量的货物要运输 但是他们其实的员工人数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你会看到在一辆车子上 通常都是一个司机 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送货 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物件 也都是他一个人要去处理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可观 所以在韩国他们在运输的安全 跟他们的劳动量应该也是一个很可怕 特别在以前的状况里面 对在以前的状况 其实它还涉及到我们刚刚讨论到的就是 消价竞争就是每一个业者 他可能都会提出他的最低运费 或者是他甚至运费成本非常的低廉 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当你购买这个东西 就是运费低大就觉得赚到 对对对 那可是相对来说 在这些运输司机上 他完全是没有保障 他根本无从就是获得任何的薪资保障 这样对 那所以在这个 我觉得在整个运动里蛮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就是这所谓的货物业者 或者是运输公司 就是我们其实都要看到说 真正帮我们传递这些货物的 最重要的桥梁是这些货运司机 但是他们的劳权 事实上是很容易被忽略 包括刚刚完老师讲到 在台湾这种状况 血汗状况也是非常恐怖 这也是我们在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劳动条件 他不会有一个好的专业的服务 就是包括刚刚谈到的道路安全 乘客能不能说舒适 然后你坐在云霄飞车上面 赶回家过年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刚刚你特别谈到了一个概念 也是这一次罢工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安全运废制 安全运废制是什么东西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这个制度 它是怎么形成 怎么去规范的 这个安全运废制它蛮有趣的 就是说他们政府有明定说 每一年都要筹组一个 所谓的安全运输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总共就是有13个委员 那我觉得这委员会组成 听起来真的蛮平均的 而且很有趣可以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13个里面呢 有4名是所谓的社会公益人士 就是等于是一个公正立场嘛 我来审核这个运输的机制订定方式 对 那再来呢 有三个领域各派出三个人 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次罢工的货物连代工会 他们可以派出三个人参与 然后再来呢 就是所谓的货物业主 提供货 主要的货物业主 他们也是可以 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协会之类 那他们可以派三个人参加 然后再来就是运输业者 这些所谓运输业者的协会 也可以再派三个代表参与 对 所以每年呢 他们这就是公益人士啊 然后工会成员 以及货物业者跟运输业者 他们派出来的代表 就会一起去讨论说 根据今年例如说 油价的状况啊 然后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人事成本 就是运输业的人事成本 跟他所谓的固定消耗的成本 去做一些缜密的沟通跟讨论 那等于说 我今天司机在开这一趟路程的时候 我不会是被压榨的 因为我可以知道说 我每开一公里 货物业者他要负担多少的金额给我 然后运输业者要负担多少的金额给我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 算是比社会上 大家各界人士一起达成的共识 那也可以让那一年的 算是货运司机 他们有一个至少是最低薪资保障 就是说你开这些路 你至少就是可以了解自己 应该会得到多少钱 然后你是 我觉得他是算计算比较透明的一个原则 让大家知道说 你不会是在这个自由竞争市场中 被牺牲的那一个 这个其实听起来是蛮好了 就是说他有不同的业者 包括运输业者 包括货物的这些业者 还有包括这些司机员运输的这些 底层的这些劳动者 还有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 那他事实上看起来是一个多方的协商 而这个协商的基础 其实上他是会在一个透明的基础上面 因为大家在不同的 不同的角色都在里头 所以大家就是 那事实上他的运费应该是多少 他货物的成本应该是多少 他事实上劳动的时间应该是很少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物价指数 当时的社会经济的状况 看起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制度 我至少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四方 至少是这个四方好 或者说三方好了 这个所谓的彼此协商 然后共同同意的过程 那这个制度看起来很好 为什么他可能实施的时间 只是一个好像只有在试验期 或者是说他为什么不延 这个所谓的持续的实施 那导致这些司机员要出来罢工跟抗议呢 对这个制度我觉得其实也算是我们可以 就是台湾我们这边可以借进参考的 但在这个制度的建立上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他等于是以前我们会忽略 这所谓的运输成本 那现在就是把这个运输成本 分到所谓的货物业者 以及运输业者身上 对那其实他等于是变相的 在回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身上 就是你购买这些商品 你可能其实单价是会变高的 简单来说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些业者 他们对于这所谓的安全运输制 是非常的反对 就是会觉得说 反正我们就是撑三年 那这三年期间呢 其实当然工会的谈判筹码也是不低 就是也是有参与谈判 那但是其实在政府方呢 也会觉得 我觉得政府可能要跟资方谈判 也是有一点麻烦吧 所以不如说 当时可能也是怕引起一些风波 所以就把这个法制呢 就是规定说实施三年 先实施三年看看 对那如果说要延续 或者是要所谓的扩大适用之中 我们就是之后再讨论看看这样 对那但是当然嘛 就是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东西是有可能被政府 以及资方觉得麻烦 以及讨厌的制度 是很难再继续维持 所以这是在前一任的总统 事实上就已经定出了 这个三年作为一个评估 那当然三年之后 又是另外一番的角力 当然从劳工的角度来讲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能够让他确认 他是一个延长实施 或者是透过这些集体的动员 成为一个跟资方 或是跟政府 再去协商谈判的筹码 或许这也是他们在 这个实施罢工这件事情的 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跟策略的方向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谈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制度 至少在表面上面 我们现在听起来 是还蛮不错的 那对于司机员 看起来也是比较希望能够支持 要不然他们不会去出来罢工 可是对于韩国的 因为他们这次罢工 对韩国的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对韩国的政府 他怎么去看待罢工这件事情 或者是怎么去看待这个制度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过头来讨论 今天头上来到南盘会文书记 发起大规模百天到第六天了 百天到他应作是用会文量减少一项 超过两百五十个港帝听众 每天的孙子是超过新台湾四项 南盘总统以西约就下令要减少一项 那若司机员会是发动 替头的行动表达我心 买控制高低 南盘会文 若司机员会 只是发起百天的行动到现在已经年少六天 百天主义专顾 会文量减少一项超过两百五十个港帝听众 六天孙子超过一十四项新台湾 后已经没有会经济时越来越寒 总统 임使馆在来过北枢之下 以后下令两千五百多名 暗头会文书记合港 这是南韩政府首相第一次 发出经济合港的行政命令 华文联帝 여러분 더 늦기 전에 각자의 위치로 복귀해 주십시오 제 임기 중에 노사 법치주의를 확고하게 세울 것이며 불법관은 절대 타협하지 않을 것입니다 经济과考虑者共和 명백表示 위형 회화의 백강 행동点头 위환학 강� 外出相관 3년 도행 현재 시신台湾 69만 원의 허金 회원署기港会 시신문 예전의 29港会 생활 고행 替頭 모 선수 대회 국경대 회화기 3년 도행 현재 시신台湾 69만 원의 허金 회원署기港会 시신문 예전의 위급港会 생활 고행 替頭 모 선수 대회 국경대 회화기 16동 시위 견치 控制 고행 정부가 오늘 발표한 결심 명령에 대해서 저희 한국연대 본 부에서 전국 16개 지역 본 부 동지들과 같이 일어 30개 통회에 통장과 有个 창관 사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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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전국 전국 사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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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국연동 3년 기타 비유 등록 정치 보좌 사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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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100 10 6 6 5 7 5 5 5 6 5 4 5 사이 4 5 5 欢迎再次回到 三代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今天跟大家进行的这个单元 是report story的这个单元 我们邀请公库记者 洪玉珍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跟讨论 他的采访历程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也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 收看也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Loco你好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 以及听众朋友 还有关老师好 我是公库记者Loco洪玉珍 那谢谢你刚刚跟我们介绍了 这个韩国的罢工的议题 也特别谈到了一个安全运费制的这些内容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安全运费制 刚刚讲说要实施三年 然后再做评估 那现在实施几年了 然后他实施的状况如何 是有达到原本这个安全指定费制的成效吗 这个安全运费制 他就是在2020年开始实施 然后到2022年的年底截止 就整整三年的时间 对那其实根据他们 一些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 例如说过去呢 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卡车事故呢 他其实有 主要有三种成因 一种就是疲倦 就我们所谓的过劳驾驶 他大概是42%的因素 然后另外一个是疏忽 就是你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疏失造成的 那大概是34%左右 对那另外第三个卡车事故的因素 就是所谓的超速啊 或超载这个状况 那大概是8%左右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所谓的卡车事故 我们可以发现 为什么货运司机他要疲劳驾驶 因为他的所谓的薪资根本就没有保障 所以变成他要连夜去赶工 然后去赶着送件 他才有办法达到自己一整个月的温饱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状况 订定了安全运输制之后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数据来看到 他是有显著改善的哦 例如说在水泥业的那个超载情况来看的话 就水泥车的超载情况 他从以前的百分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十 那所谓的水泥水泥货车 他连续长达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这个工时状况 也从百分之五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哦 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货柜业 因为货柜业也是适用这个安全运输制嘛 那安全运费制他实施之后呢 他货柜的运输司机 他长达十二小时以上的这个开车情况 也是从百分之二十九下降到百分之一点四哦 对我看到的时候我是蛮显著的改变啊 对对对就是变成说 原来这是真的可以改善大家的劳动情况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 劳动条件跟安全跟专业的表现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啦 是没错的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这个部分呃为什么工会想要继续去坚持争取这个安全运费制是有原因的 因为数据会说话嘛我们都会相信这些事 那但是呢在呃现在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就是尹锡悦政府呢 他们就是他们提出的说法我我不太呃应该说我自己也觉得蛮难以置信的哦 他们的说法是说这所谓的我们根据我们观察这所谓的呃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呃 事故发生哦这些事案件量并没有减少 所以我们不觉得需要呃继续维持安全运费制 嗯但是他们有提供一些上关的数据吗 或者是一些统计资料吗 呃是好像是有就我有大概看到 只是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数据的截取跟数据的判读是很需要一个 对对对那可能尹锡悦政府他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判读方法哦 嗯对或者是采取他们觉得可以去说服大众的数据哦 就是哎你看事故没有下降 可是重点是高速公路上的事故是有很多类型的啊 那这些事故的成因其实都应该要去细细讨论啊 对也许我们得要再去把这个数据的这种不同类型可能要再做更多的讨论呢 目前看起来好像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至少从劳工的角度来讲 他是显述的是一个明显的降降低的这种状况哦 那但是我还是想要更进一步的想问 那一般的民众呢 一般民众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制度呢 所以我们刚才开始讲说好像韩国关注这个议题的人 并没有像其他大型的抗争事件那么的显著 对在韩国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罢工的那一段时间媒体的 他的发文数是非常的高的 就是新闻上一直都会有更新说 今天是罢工第几天什么什么的状况 对那因为后续呢 虽然他们在12月9号就结束这个第二波罢工 但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争取到自己要有的权利 那他们后续也发起了所谓的绝食抗议 就是从12月12号 他们的工会的委员长李凤柱先生 怡崩祖他就开始在国会前广场 真的是绝食 而且是长达了17 18天左右 有那最后是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允许 所以必须被送医 那由其他工会干部接受 可是其实就可以发现说 在这个后续的新闻 已经就是南韩的这个新闻界 已经有点静悄悄了 就是不太会去更新这个状况 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民调资料来看 例如说尹锡悦他在12月之前的一些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率大概是30%几左右 就是一个浮动的状态 对可是一直没有突破40% 那在12月中旬之后呢 他的民调就是直接上升到41.1% 他的支持率 对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的反对率还是很高 但是他支持率上升 其实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 也跟他在罢工期间的一些命令 以及政策有关 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就可以来讨论一下 因为他其实在罢工期间呢 他是两度就是下达所谓的开工力 也就是禁止这些劳工继续罢工 那其实他某种程度我觉得 他也是在回应民间的需求 因为民生经济 其实因为这些罢工 受到很严重的冲击跟影响 我也可以在 等一下也再带一些数据给大家理解 所以下达开工令 就像你刚刚谈到的 就一定是在经济上面产生一些冲击 要不然说实在从一般的民众 当然就是所谓罢工的目的 就是他就是要让你在正常的生活当中 受到某些的搅动 那一部分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一部分是作为一个社会公共讨论的 一个起点或者是一个破口的一个目的 那实际上面对他们的生活 对他们的经济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在实际的生活方面 因为其实这些 我觉得他们的罢工算很厉害 这样讲又有点肤浅 就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他们其实在11月24 就是罢工第一天 他们是直接在所谓的货柜基地物流中心 进行所谓的罢工仪式 那他们甚至到 他们南韩国内的进出口最大港口 就是所谓的釜山新港 也是做罢工仪式 对所以是整个就是有点是封锁 那个港口进出货的情况 对那其实如果是以当天来看 就有一些数据是显示说 当天他们全国上下12个港口 最后就是只剩下百分 跟平常比就是剩下40%的货运进出量 这样子 对那光是水泥业 就是一些水泥协会的水泥业者协会 他们就有讲到说 光是那一天就是11月24罢工第一天 他们的损失就是达到190亿韩元 就是相当于台币45亿元左右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是还只是第一天 那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包括他们例如说有一些加油站 因为他们连油罐车司机都要加入罢工 所以就变成像有一些加油站 他是后来是没有油可以给大家加油 就是你去排队 哇这个大家应该是蛮大的困扰吧 对对对那些新闻照片可以看得出来 很明显是大家在大排强龙 或者是有一些加油站会发出一些警告说 我们现在大概剩6到8天的存油量 大家要小心使用类似这样 对对对 这的确是看到这是一些冲击 我想这个冲击可能会不会产生一些对他们的支持 或是一些反对恐怕还是有待观察 因为毕竟目前绝食是已经停止 然后接下来还会去做三年的评估 或者除非这些运输业者这些运输的这个功能 会发起更大的这种抗争的事件 那当然谈到这个法令 或是谈到整个制度的修订会跟国会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国会韩国的国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表示呢 或者是个别的这些议员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不好意思我先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讲到 虽然说李凤柱先生他后来因为健康因素无法绝食 那他是由其他国会干部继续接受 那预计呢可能是这一周就是 可能大家看到节目的时候 其实这个绝食行动是确实落幕的情况 大概是这样 对那回到刚刚管老师提问这个国会的情况 那因为国会我们可以知道说 隐习岳政府他代表的这个执政党 国民力量党呢 他其实在国会里的席次是相对比较少一些 就是应该说他们也是两党独大的情况 但是执政党是席次略少 大概是115席 那他们的在野党也就是共同民主党呢 席次是169席 那其他就是因为他总共有300席 所以其他席次就是由小党去分配 那其中比较规模比较大一点的小党呢 叫正义党他大概是有6席左右 对那其实在国会里你可以看到说 包括他们的新闻也都会呈现 例如说国民力量的发言人可能就会表达说 他们觉得安全运费制就是已经到齐了啊 那我们本来就是要再评估再讨论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一些发言人可能就会跳出来说 那这个明明就是之前 他们工会在6月的时候发动第一波罢工的时候 你政府就承诺就是要去做延长跟讨论的情况 可是为什么现在就是又看起来根本就是空投支票 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但很遗憾的哦 就是在去年12月28的时候呢 他们国会里呢 针对这个安全运费的延长法案呢 最后是被否决了 就是最后是没有通过的 所以这个东西它 我们应该说客观上来说 它确实是在去年年底已经结束了 这个运费制已经结束了 但是到底未来有没有机会实施 其实很看国会内部的讨论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 其实各个国会好像都差不多 就是很多东西都有待讨论 那变成说这些劳工权益 它如果不是相对其他法案这么重要的话 是会被排挤 甚至会被一直延迟到很后面 再再慢慢讨论 所以我刚刚的理解是 我刚刚理解是有点错误 就是它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个安全运费制 你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以法案的客观启程来看是这样 对那就变成说 如果国会在今年新的一年 有针对这个法案再去讨论的话 那当然就是可以有期待可以延长 OK所以它就会变成是 也许不是延长 也许是真的一个理想状况 就是好好的去实施这个制度 如果这个制度本身是好的 好那这部分可能谢谢洪玉正 帮我们做一些澄清 我刚刚在前面 我以为还在那个进行的过程当中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好那我想最后想要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你其实是一个哈韩族 然后算韩粉 大概会被不对的会那个韩粉 然后不是韩国 至少是在韩国是有高度的喜欢的一个人 可是其实我也知道你在学韩文 但是在学韩文 还是在经过一连串的这个学习跟检定的这个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一个语言看起来好像不是太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怎么去做这个新闻的采访 对就像管老师说我真的是虽然学韩文已经两三年 可是韩文一点进步都没有 对 对那因为其实我觉得 一个是对议题的一个热算热忱吧 就是我很希望可以知道说哪些东西是我们可能台湾劳工界可以参考的 或是台湾社会可以借进的 所以我对于这种南韩比较激烈的罢工行动 我是觉得非常有兴趣的 那因为要为了满足自己这个兴趣 所以就变成我在语言上要克服 可是呢我理解的语言又非常有限 对那变成说我其实在跟对方就是工会联系的时候呢 我只好拿出我的英文 就是还堪用的英文能力去跟对方沟通 对那也透过一些可能网站上的新闻浏览啊 然后或是一些外媒的报道去综合了解说 他们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这样你不会担心在这个语言不是那么的通畅的情况底下 会出现理解失误的情况吗 其实是会的 因为光是他翻译上他如何从韩文翻译成中文 这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学问啦 就是不是我们所谓谐音 他好像听起来应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他到底当事人他当时讲了什么 这件事情我们也必须要去还原或者是多方去求证 对那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讲的 其实会跟工会方有比较多的联系跟接触 都是奠基在我们之前的那一个消防员专题上 所以等于工会的人大概也知道说 好像台湾有一个这样一个媒体一直在发了我们的资讯 这样对那我是觉得当然我们不是所谓的什么主流媒体 因为如果是主流媒体的话 我可能就直接说我要飞一趟韩国 然后我要去做所谓的街坊 真的是对不起你工夫没有办法支持韩国去做这个报导 就是欢迎大家捐款让我们深入了解 我是觉得说我们不用达到这样一个所谓的主流的状况没关系 可是变成我们其实是需要更长期以及更细腻的去了解 他的实际发展的事件始末 因为像我刚刚讲到他们罢工结束后有进行这个绝食活动 那这绝食活动绝食的新闻光是在南韩就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我觉得可能如果对于我们所谓华语界的读者来说 会以为说他们的罢工事件早就结束了 没有什么可是其实并不是 然后他们想争取的诉求可能也在这些行动中被淹没 那我就会觉得我们的角色本来就是要去厘清他以及怕输他 这样 的确其实如果没有到现场报导 他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我想这也都必须是承认这件事情 但是可能至少我们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这个议题是很重要 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来告诉大家 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这些国家的经验 如何可以成为我们在不管是抗争也好 或是在政策制定上面的一些参考 那当然我们能够做的是 如果可以到现场去做采访是绝对是最好 但是至少我们要得要很重要的是多方查证多方的确认 特别是我觉得在做这种异国采访的时候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过去做香港的一些采访 或是在做一些研究说 我觉得怎么样进入到那个语境里面 进入到对方的那个生活的情境里面 即使人不在那边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还好之前包括我们在采访消防员议题的时候 慢慢的建立一些情谊跟信任 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彼此能够认识跟信任这件事情 我觉得都算是一个蛮基本 当然我相信他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从我们的能力或是我们的经验来看 他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可以到现场去采访 他就可以让这个议题更贴近真实的状况 那当然不是说我们报道不真实 而是我们还是透过其他方法来去弥补到目前为止的不足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洪玉珍也可以看得到很努力的在投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有什么样要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 跟再做一些补充的地方呢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 就是刚刚有讲到说这些整个先入历程 那我其实在查资料过程里 我有看到一些所谓的访谈内容 那我觉得 当然我这个韩语初学者来说 我会觉得 第一个是我能读懂这些内容 我觉得蛮开心的 然后再来是当我读懂之后 我觉得蛮悲伤的 因为它其实是呈现一个 底层 劳工阶级 他们每天所面对的情况 所以我会想把这一段我看到的访谈内容可以念给大家 那他其实是一个水泥的水泥货运的司机 应该是 我如果没有理解这个话 他的一个读白 可能是他某一场记者会他讲到的内容 那工会就是把他放在网站上给大家参考 好 那他的内容就是说 每日三病都市에 일어나야 돼요 저녁에 퇴근하니까 하루又 다섯 시간 전 일어나는 거죠 정말 피고해요 운전하다 저는 또 모르니까 꼭 두고 봤어요 앞에 분이는 광고판이 살아서 움직이 더 약토라고요 那因为我真的念得蛮累的 反正我就用中文再解释一次 就是说 他其实说 我每天呢 凌晨两点 就是我的上班时间 那到了晚餐时间 我才下班 所以我一天的工时 其实是15个小时左右 那他有讲到说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疲累 那我甚至 一边开车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小小的打瞌睡 那我甚至连梦都做过了 在这些梦里面呢 我眼前的广告刊版 仿佛也活灵活现 像是在我眼前 也像是在我梦里 那我 对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 我觉得蛮 心情蛮复杂的 就是说 确实这些第一线 货运司机员 他们遇到的状况 很多时候是我们一般人 难以理解或去想象的 那到底为什么 他们要发起这些罢工 那他们 其实在罢工期间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隐形 因为政府对他们的 所谓的抹黑 就是说 这些司机员 其实都很有钱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罢工之类 就是还是有这些传言出来 但其实 每个劳工他日复一日 面对的情况都是 非常的写实 而且非常的 我觉得是恐怖啦 这个画面 我自己想象都觉得蛮恐怖的 大概是这样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的劳累到一定的状况底下 他事实上是那个真实跟虚幻 那个所谓的是分不清楚的 因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在一个非常迷茫的这种情况当中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劳动的重量跟压力 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一个诗句 这样的一个文字 今天非常谢谢洪玉珍来跟我们分享 也为我们带来很重要的韩国的运输业的罢工经验 我们下次再来讨论其他话题 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